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什么叫现代化 这个事情的新闻由头呢 是开始我听到一个传言 这个传言呢 在网上引起了这个激变 说是什么呢 东莞宣布进入现代化了 东莞已经进入现代化了 现在 但是呢 后来我又查了查 准确的说法是这样 这是怎么来的呢 2006年 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吗 那么当年的东莞的政府工作报告 阐述他们的奋斗目标的时候 有一句话 说201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那么 东莞的副市长现在说 按照当年规划确定的指标 今年啊 是应该可以达到 但是呢 呃 这个这个 是不是真正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还要做一个评估 毕竟当年设定的这个指标啊 更注意经济的内容 那么社会 民生 人的发展 可能相对不足 所以尽管东莞呢 可能已经达到了当年说的 要现代化的那些个指标 但是呢 呃 我们认为 离真正现代化的水平和要求 还是有距离的 但是这个事啊 我看到他们在讲 一个问题 说 什么叫现代化 东莞 也许这个产业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你是达到标准了 但是 你算的是什么人口 你东莞 就是东莞的这个户籍的人口 有多少 可是咱们又知道 东莞有多少 外来人口 外来人口 这些外来人口 他们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这些人 能不能说 已经踏入了现代化 他们近代化 他们近代化 靠近现代化 我跟你讲 徐老师 有时候近代化 有的时候连近代化 中世纪 我想说 我在东莞拍过的两个节目 恰巧取材都在东莞 一个是叫做一千根断裂的手指 叫一千根 一千根断 就是掉落的手指吧 是我们去东莞的一个 就是一个专门给接收民工的医院 他们的官方 专门做这个工商 你到医院里面去看 所有的病房 然后所有的楼道里面 铺满的这个病床上面 躺着的人都是因为在东莞的工厂里面打工 手指断掉了 胳膊断掉了 截肢 然后鲜血淋漓 就是你会有一种 就是好像很恐怖的感觉 里面 因为楼道上面都加满了这些病床 然后呢 你会听到不同的 因为很痛嘛 肯定是 他会有这种哼哼的声音啊 而且呢 就是有很多的可能还在跟这个工方 就是资方吧 可能还在探讨 就是说这工商应该怎么赔 有的根本就没有签劳动合同 这是第一个场景 一千根断裂的手指 第二个 我拍的确实是在东莞的城中村拍的 是孩子的丢失 因为你在这个城管 就是这个城市和郊区 城乡结合部嘛 你可能治安没有人管 很乱 所以以前大家都可能说过 东莞是中国的伊拉克 就是来证明他的乱 那边的孩子丢的太多了 所有的孩子可能就都是 爸爸妈妈去打工了 留在家里面没有人管 你留在家里面就变成留守儿童 那一个人一个棒棒糖就把你骗走了 没错 谁去关心这些孩子 最后呢 可能就是人贩子给你一点关心 孩子就跟他们走了 爸爸妈妈这时候又去后悔 所以你说现代化是什么现代化 那么现代化 你从这两个现象 至少我自己的这个体验 近代化也比不上吧 真的是你连现代化 因为你连一个人的亲情都不存在了 一个家庭或者你的肢体 你都不能够保证他的健康 他的安全 你怎么去谈现代化 所以准确的说是 东莞是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 原始接累的一个代表性 这种分裂 其实你今天在看说这种分裂 原来我们就是都说中国嘛 你看有有城市 有乡村两园 现在这个第三园 就是城乡结合部的他们 他们我觉得可能幸福指数是最低的 还不如原来在 因为现在珠江三角洲呢 他们在追求一个没有乡 就是像现在你从广州到佛山中间 你看不到这两个城市 就是好像感觉是一个工业城市 有点像京都跟大阪之间的那种 所以整个珠三角都在追求这个情况 而东莞又是最典型 它没有中心的 它不像别的城市有个老城区 它就是分散了几个地 所以这个真是你讲的 就出现了第三种形态了 就在城市跟农村之间的这么一个 你看你刚才讲到日本 我这有一个一个日本商人 对中国世界工厂的评价 他说他到中国六年多了 对吧 他对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啊 有他自己的认识 他觉得中国只是生产能力 获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世界工厂不等于血汗工厂 他说有人把日本人比作蚂蚁 但是跟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比啊 日本人差得远 在中国猪三角长三角 有数不清的技术落后 产品雷同管理松懈的家族式工厂 技术低效益差 唯一的优势就是由像蚂蚁一样 吃苦耐劳 像牛马一样顺从的中国人在支撑 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 住着最简陋的房子 过着最低级的生活 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 这就是你这个世界工厂的优越性吗 所以我就说 现在你看东莞这个副市长 我发现他也意识到这一点 现代化可不是什么GDP啊 人的现代化 是温总理讲什么有尊严的 活着 你说我说一最简单的啊 老外你看 他去开个什么会 他让你夫妻俩都一块去 你看美国总统整天得带着老婆 甭管喜欢不喜欢 也得带着老婆去 其实这个本身啊 也表明这么一种生活的这个想象 你像咱们珠三角那边 东莞那边这个民工 那都是离乡背景了 挣个钱 日本商人都不相信了 说一个月挣一千多 两千块钱 一个女工 他说啊 百分之八十的收入 他还寄回给他家里 他都觉得难以想象 他说我们日本人刻苦耐劳 著称了 这些女工还要交水电费 还要交房租 他怎么可能就这么生活下去呢 再者说我就说啊 这个前一阵到什么问题啊 人最基本的尊严 我认为还有个性尊严 对吗 说要关心民工的被窝子的问题 男民工的被窝子的问题 说那边有些性产业 但是这么多光棍 不能跟家里人老婆什么什么在一起 你让他怎么办 可是现在翻回头来说 你知道他们在东莞那就发现 有的那个厂啊 女工多 两万多个都是女工 这种人口的极大悬殊 你知道会带来什么现象啊 一个没有工作的男工 在这儿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他能交三个女朋友 所以你别以为一夫多妻 太窦文涛 献不得很的 我就想到那工厂门口啊 对一夫多妻 不光是有钱有势的人 在那个 物与稀为贵 猪三角长三角 很多女工成堆的地方 没有办法 因为女工需要爱情 需要男朋友 这是健康的 可是男工太少了 以至于就变成一个男工人 交了一个女朋友 同居一个女朋友 还有一个情人 三个人互相都知道 但是三个人知道之后呢 更加的加倍 对他好 为什么 因为生多周少 也不能像生小周多 生小周多嘛 你说这个尊严在哪里 这个尊严在哪里 但吊诡的是 这样一种世界工厂的情况 跟GDP的生长 是一个钱币的两面 你知道我问过 美国来投资的商人 他说 我说你为什么要投资到广东来 他说我要投资在罗马尼亚 他每年给你涨10% 我要投资在墨西哥 他每年涨 因为工人啊 他都要求要涨 他有权利 他一不涨 他就罢工 中国好啊 中国他就不涨 没有工会 他不罢工 他不能罢工 那我说怎么会不涨呢 那么人就要求 要这个 他原来是怎么样 你要涨吧 请你走 我有更便宜的乡村的就进来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国家这么强的竞争力 是建立在很残酷的下面 这些订单 他们只有这么廉价的劳动力 才使得这些港商 可以在海外 用很便宜的价钱 去跟人家争订单 其实你有的时候 把人的感情 或者人的生活状态 你如果说把它数字化 或者金钱化 你听上去是个残酷的事情 但在中国 很多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你比如说一个女工 她可能还有孩子 可能她的 比如说她的老公 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打工 她可能一个月根本也见不到她 然后父母 孩子留在 你说她情感上付出了代价 我相信她对孩子的牵挂 可能会比对她老公 这种无论是性 还是感情上的需求 还有更多的多 可是她为了什么 包括其实就是很多出来 就是在家里面做家政的阿姨 她也一样 他们可能就会说 其实我最大的期望 就是无论我怎么样苦 精神上 体力上 物质上 我都可以苦 可是我会为了孩子 她希望她的下一代 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中国人所有的水往下流 我受的苦 我让孩子能够快乐 真的是吃苦耐劳 我们这个中国人民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接着说 刚才我就在说 我说如果你把人的生命 或人的生活状态 把它金钱化是很残酷 你比如说 对于这样一个女工 我们假设在东莞 她抛弃她所有的人的 正常的感情 她的生活 她的物质 她丈夫分开 你就跟老人分开 最关键跟孩子分开 她可能没有物质上的任何享受 她吃不好 她没有性生活 但是你其实就是两千块钱 你可以买掉她 买掉她这一段时间 她愿意 这就是一个 可能就是一个 你请我愿的一个交易 你换句话来说 其实对矿工是一样 我记得我们以前 其实去矿工家里面采访过 矿奈 人过去了 二十万的赔偿 你看她家里人伤心吗 其实最让你伤心 或者最让我们难过的是 她家里人没有一丝伤心的感觉 她会想说 这二十万是我这辈子 我这个家里面 所有人都不可能赚到的钱 那你回过头来说 二十万她就是买了一条人命 然后她就会想说 我两个孩子将来不愁了呀 我有了这二十万 你知道前一阵 这个是湖北吧 出了一个事 就是拆迁 强拆 强拆之后啊 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框鸡跳到坑里了 结果那个腿吐鸡啊 哗一下把老太太活埋了 埋了就死了嘛 死了之后家里人就这么 就就闹嘛 那然后就赔 我看到啊 赔几十万 好像是赔了五套房子 还不是六套房子 我当时就想啊 这个老太太 就是自己的一条命啊 来来换得这么一个一个补偿 要是她没死 补偿不会有那么高 对吗 现实生活里面的窝居嘛 窝居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老太太自己人过去了 但是她给她孙子换了一个大房子 这是中国版的游山解考 你知道日本当初的习惯 老年到了时候 自己要到山上去死掉 是为了家里的人能够生活好 不过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我都怀疑有时间性 对 什么叫时间性 因为深圳的现在东莞这些人 之所以能够这么吃苦耐劳 是因为他的另外一个选择 他在乡下 他不是两千块的问题 他忙一年可能只有两百块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差额太大了以后 使得他本来的这些人伦的这些秩序 他就可以牺牲掉了 就好像今天我们一般的人来说 如果对我们来说 如果有一个上亿的什么东西 你的正常的很多道德 你就可以被挑战掉了 你明白吗 所以他们整体的情况 这么一个经济高速发展 建立在这一代或者几代人的 这种不可想象的艰苦奋斗的技术 但这个情况是要过去的 对 你说的对 这个民工很快 新一代的农民工 他不会这么愿意吸引 对 现在这个民工花出来了 你得提高待遇 给拐人家的这个社保 医保 而且有前途 有培训 而且你可能同等的待遇 他更愿意在他家乡周围的地方 因为沿海地区的你的地价 你所有的成本 你都上来了 那很多的工业 可能会慢慢的向沿海的 向内陆的城市来转移 因为成本低 那我民工 我可能两个小时 我就到城里面去打工了 我为什么要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呢 这就是才是真正开始进入现代化了 所以你发现没有 中国人民吃苦耐劳 苦耐深重 我们走向现代化 是要血汗的代价 我就觉得中国 这原始积累 这英国一样 中国的这个历史 真是让我 有时候可能我这种感慨 有点无病呻吟吧 我的感受很复杂 一个就是像很多人 包括上山下乡的知青 今天的这个作家 他就会讲 你不要说血汗工厂了 那么至少在前些年 对他们来说 是解决了他们家的大问题 对吧 你要说什么侵犯人权 但是确实 比他在村里 他以前多了 他以前小时候血汗 还什么都得不到的 可是你从另一个方面看 我在美国好莱坞电影里 他们的主流价值 你知道吗 我学到他们的一种价值观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文明 就是说咱说什么 舍小家为大家 我觉得你看美国好莱坞电影里 有个价值观 就是说为了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你的太太 不惜对抗国 你就是这个对抗了国家 也不是可以责备的 而且这个价值 全体的国民还会支持你 因为没有你这个家 没有你的family value 哪有国吗 哪有国的 value 没错 你看那个什么空军一号 就是你美国总统 为了什么国家 你出卖了你的老婆 这至少都不是特别值得赞赏的行为 这就是你看一种人的尊严 人的价值 现在其实像珠山脚这些地方 有条件做这些事情 你看看东莞那么多的五星级酒店 你看看佛山这一带 经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发展 其实现在这种状况 其实你要是回到十年前 你还可以说我们是在一个积攒阶段 现在其实真的是一个再分配的阶段 现在的你真的是该分些好处 让这些新的血肉了 现在是不患寡患不均 是吧 就是这个问题 一下有些人老在说 包括有些台湾朋友都跟我说 说你们大陆人啊 这个太悲观了 怎么看就觉得满眼都是问题 他说你这家伙千年盛世 百年盛世 中国就一下子 这是现在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 就是说历史上 但是我也常常会听到另外一个观点 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举人 但是是一个道德侏儒 没错 我还是愿意相信 是我们在往前走的一些必然的过程 我有时候常常反省 我参加这个文涛这个节目十年了 你回头看这十年 我们中国我们从经济上 从一个变成三个四个 是有史以来 全世界都很少看到 这么一个突然变化的一个阶段 从一个弱国 这是没有的 除了四小龙以外是没有的 我们就在这里抱怨了十年 有时候想我们是不是偏激了 但我转念一下我的朋友 说有的你抱怨 就说明这国家在发展 而且你的抱怨 是为了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而且有些这个老华人 我发现 特别是当年经历过日本侵略的人 他会告诉你 成长的代价 但是我就觉得成长的代价 这里死多少人 多少人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人的尊严 上百年来 对吧 才换得咱们国家 说现在强大 不要以我们的血肉 其实不要以富人之人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是你去看一个个体的人 或者个体的家庭 等等等等 但是可能我不知道 也许这真的是富人之人 但我很大程度上 我个人家庭要看 绝对 我会更注重这种 就我们说的这个个人的尊严 个人的尊严 这个是人啊 包括我认为国家最终的目的 还是归宿在这里 而且在 总是为了人生活幸福 而且再说到底呢 现代化不是一个绝对 值得追求的概念 在学术界呢 另外一个概念叫现代性 modernity modernity就是说 要反思现代化 欧洲美国 他们都在反思现代化 给人类社会 给自然带来的很多坏的东西 所以现代化本身 在周总理 在文革后期提出现代化 那绝对是正面的一个概念 但到今天 我们对现代化这个概念 本身就不要那么崇拜 不要相信未来一切都是好的 这个进化的观点 本身是值得反思的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 讲到这么多代价 讲到这么多问题 其实也就是在反思 所谓现代化 绝不是一些硬的数字 绝不是一些硬的材料 现代性本身是值得反思的 这个学术界讨论的太多了 所以咱们什么时候能进入现代化呢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尊严呢 真是不好说 我估计啊 你比如说 要美国人 你不能骂我们 可能在美国人看来 像咱们中国人 这个上班族 挤那种公共汽车 他大概就觉得没尊严了吧 活着就没尊严了 你再看看几个照片 我的母校武汉大学最近在操场上 这是一个招聘会 上万名这个师生 听说还有把女生给挤伤了 你再看 就是为了找工作 找工作 现在这个有的大学生 你知道吗 连一个月两千块钱 他都找不到 找不到怎么办呢 开大牌档 所以说有些大学生说 开大牌档 用的往往是地沟油 你知道吗 一个恶性的群传 但是你从数字上看看 也可以赶一千万千 现在每年招的大学生 一年是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研究生都是几十万 全国现在大学生是多少 可是66年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 全中国大学生56万 其实中学生只有一千万 我觉得大学生不应该就说 因为你这样去找工作辛苦 或者说你找不到工作辛苦 你认为你活的没有尊严 然后你认为 你要对生活抱怨 觉得社会给你关心的不够 其实你想想 哪一代人 在你年轻的时候 是容易的 我觉得子东尼 回忆一下你自己 可能二十岁的时候 你容易吗 其实这个尊严的话 我觉得有的时候 是当然是外界的环境造成的 更多某种时候 也有你自己内心的一种东西 就比如说有很多 大家都说呼吁社会 来解决这个乙族的问题 或者等等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大家的关心 社会的关心 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大程度上 你不可以把所有的责任 所有的东西都推到外面去 这个问题 我整天都跟学生对话 我在课上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谁读Dostoyevsky 没几个同学举手 我就当时就火了 我就说你们这个出去 不要说是我的学生 你们中文系学生 Dostoyevsky 那个罪与罚都没读过 你们别说我是学生 第二天那个学生跑来 他就跟我说说学老师 我三年级快要毕业了 我借了很多钱 我现在说实在话 全interview都没有 他说我炒翻版我都去 当时我已经 你叫炒翻版 就是翻版叠 这种事情我也去 等于是香港的地沟油 我也去 我当时呢 就说好那算了 别读了别读了 第二天我回去 想了一想 第二天我跑去 我说你来你来 我一点都不同情 我说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 我一个月才五块钱生活负业 我照样都读 Dostoyevsky 读不读是你的事情 你不要因为你现在 找不到工作 你要你要 你要炒翻版叠 你不读的 绝对不是理由 任何一代人 都不会有这样的理由的 我就这样 听每一代人 你看看 包括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 或者他们再上一代 每一代人 其实年轻的时候 都是从苦难当中走出来的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活得没有尊严 大家都活在社会底层 但是你要是永远不看社会最好的东西 你永远上不去 这个话就全面了 这个尊严一方面是内在的 但咱们刚才说的 就是属于外在的 也有一个最低标准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看病的 在医院 对吧 看病的这个尊严 对吧 有没有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不被高干子弟 或者有势力人士挤走的 这个尊严 平等机会委员会吗 对吧 这个 但是如果是社会有这个平等机会 你自己还觉得自己没尊严 那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吧 这现在的次序 还是把很多人赶出北京上来的 就是包括这个 但是从这个社会 将来中国整个 刚才我想 人家想跟你们讲房子 肯定也讲到了这个问题 你不可能所有的人 都挤入在北京上海的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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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